当你一觉醒来 发现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 你会干什么 小美表示 当然是为所欲为 一个人活成一支橄榄球队 这属实有点太搞笑了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当小美在过马路时 表示终于再也不用等红绿灯了 整条马路都像是她家的客厅 随后小美走到商场 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 这里简直就是小美的天堂 现在的她再也不用担心价格 可以直接通通打包 但是穿得再好看 也只能自己欣赏 最终她选择了舒适度满分的睡衣 紧接着小美又来到了彩妆区 随心所欲地打扮着自己 一边涂上了绿色眼影 一边涂上了红色眼影 小美感觉蓝色好看 又觉得红色不错 纠结过后 小美拿来了一个大麻袋 将化妆品全部拿走 转身来到了一个巨型蹦床面前 肆意地蹦蹦跳跳 高空跳床 更是想玩几次玩几次 简直不要太快乐 活在异世界的小美 二话不说又赶往了超市 这样坐在购物车上 随意肯零食的日子 有多少人想拥有 但小美还是很自律的 比如吃薯片要在跑步机 吃巧克力棒就要练单棒 一边享受 一边享受 这样的生活简直不要太爽 在家的小美可以随意跳舞 不用担心邻居的投诉 也不会担心第二天要写作业 无聊的小美还体验了一把当爱豆的感觉 随后又化身为新推官点评自己 但很快 小美就感受到了没有朋友在的孤独感 想要爸爸妈妈快接他走出这个异世界 如果是你 你喜欢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吗 记得点击关注 下一期更精彩